跟我回家 咱俩这是假结婚 不用搞这么真的 做戏得做全套 星宇 星宇 你怎么抓到的 我保安啊 这是我的地方 我做出 我做出 你就把人打成这样 这不我干的 他自己摔的 星宇总加密他料被打开过 泄露了多少 全书以为中断 没有多少都是加密的 都是韩公子他逼我的 真的我妹妹在他手上了 我也不能报警我没办法 我是被逼的星宇 老板 加密文件已经破解出来了 星宇光店背后总共有三个神秘股东 是他们一直隐藏在背后 帮助了沈星宇 如果不把他们搞定的话 星宇光店根本无法拿下 有几个人啊 目前只有一个 江万山 查这个人 敢在沈星宇之前动手 老板 我们现在的操作 付出的已经永远超过了 星宇光店的价值 分析 付出再多也值得 星宇背后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根据公司规定 上班睡觉需要罚款 这个白天睡饱了 晚上才能使劲熬嘛 下班了 跟我回家 咱俩这是假结婚 不用搞这么真的 做戏得做全套 越假越得显得真 我就不明白了 身价亿万的女总裁 就住个平层 你对我家应该很熟悉吧 你肯定来过 或者偷窥过 别说那么难听 我就住在对面 往后见过 不行啊 既然我们是雇佣关系 那有些丑话我就说在前面了 我们不准干涉对方的感情生活 第二 我大伯肯定会派人监视我 你必须配合我演戏 演艺多是甜蜜夫妻啊 第三 我的卧室别人不准进 除了我 包括你 那还演个锤子 那我也加一条 沙发以后是我的 别人不能做 看什么看 包括你 这是我家 沙发属于大使馆